达姬啊,要领人马追杀江子牙。 好家伙,看来这妖精要是记了仇啊,比这人可厉害多了。 他要亲自出征,把赵王吓了一跳,赵王一听什么? 啊,预期要领旨带人马去捉拿江上? 哎呀呀,岂有此理,我怎么舍得让你去呢? 怎么,这玩意儿你要是带人马杀出城去,一旦有个闪妖叉气,伤风感冒,那还不得心疼死寡人吗? 是啊,滚娟也解劝。 说娘娘千万不可,哎,您再恨这个江子牙,您也不能领兵去追杀。 费中游魂啊,也来劝阻,哎呀,娘娘,您要御驾亲临,捉拿江上,这恐怕小题大做呀,这有点太失您的身份了。 那江子牙,那江子牙怎么能够阁呢? 她不过是个江湖术士嘛,娘娘怎么能赏她这么大的脸呢? 哎呦,大家又磨破了嘴唇,这个说那个劝,劝了好的半天。 嗯,打击这个气啊,稍微,平了平。 她真恨上这江子牙了,当然了,因为她每天晚上,得帮着那御石琵琶回复原形啊。 哎,她这一恢复原形,她得把练的那个丹呢,吐出来,哎,让这个丹呢,就在这琵琶上,来回这么滚动。 你可要知道,那玩意儿挺伤气力啊,不单伤气力,而且伤筋骨伤神。 哎,这些日子吧,打击闹的,昏通胀脑,就因为就她这姊妹,她每次半夜三惊,那么哭一回琵琶啊,她就恨一回江子呀。 所以,她听说朝雷朝天,没抓到这个人,那她要亲自带人去捉。 啊,天子也不让,哎,身边的这些人,也都劝阻,打击一想,那暂时便宜了她吧。 我先不跟她一般见识了,啊,给我慧影图形,啊,贴出去布告,只要发现江上的踪影,立刻把她捉住,送到宫廷来。 我赏千金,打击这一道遗址传下来了,好嘛,娘娘的旨意,谁敢违抗啊。 第一道旨就传到了,经营殿帅鲁雄那儿,让鲁雄呢,找些有名的,那画画的,能画像的。 不论花多少钱,画的像江子牙就行,然后,周城府县,到处去贴。 鲁雄也不知道怎么回事啊,赶快找吧,哄,公里公外一块忙啊。 啊,大伙正忙着呢,就惊动了,值班的上大夫杨刃,今天,在朝房、文书房,值班的是杨刃大夫。 杨刃一看,好多人,啊,麻麻道粥突然进去,这干什么呢? 他看见鲁熊了 老将军 哎呀 大人 您这在忙什么呀 哎 大人您还不知道啊 怎么了 现在有这么这么这么回事 哦 嗨 杨人摇了摇头 怎么了 那江上江子牙 不过是个夏大夫 至于这么大动肝火 啊 调兵遣将 会领徒刑 这又不是国家的叛逆 那夏这么大力量 捉他干什么呀 嗨 这事儿 老将军 那您 杨人也不好说别的 怎么 您就先忙着吧 杨人正在这文书坊这儿坐着 忽然间 从宫廷里边 传出来一阵哭声 哎呦 哭得这个惨呢 简直是悲悲怯怯啊 就这哭声啊 就是铁石人听了 也得落泪啊 杨人听着听着 眼泪下来了 哎呀 这怎么了 啊 宫廷里边 怎么会出现这悲惨的哭声啊 听着也太惨了 怎么回事 他把店头官叫过来一问 店头官也哭了 哎呀 大夫 您还不知道呢 啊 娘娘生气了 就因为啊 抓不着这个江上江子牙 哎 娘娘 在饮酒作乐的时候 不知道为什么 有些个宫女偷偷的抹泪 叫妲己娘娘给看见了 娘娘问他们 你们好端端的为什么哭啊 这些人呢 原来都是正宫国母皇娘 江娘娘身边的公阿 他们也不知道怎么一时间想起了死去的江娘娘 因为江皇后这个人太好了 啊 从来呀 没有惩罚过他身边的这些公阿才女太监们 总是那么慢声细耳的 启发他们 教育他们 这些人呢 对江皇后是感恩戴德呀 她不是这次哭 哎 哭了多少次了 特别是皇帝 和这位新上任的正宫国母皇娘 哎 一娱乐的时候 这些公阿就想起江皇后 记得他们到宫中来那天 就没见江皇后啊 有一次这么娶过乐 你说这叫人多难过呀 啊 答击一听 原来你们在想念江皇后啊 不得了 他赶快告诉赵王 万岁 在这宫里和太危险了 周王吓一跳 怎么了 哎呀 可不知道这宫中藏了多少 弑君的狂毒 就是啊 有数不清的刺客 不周王闹得好紧张 与其 你发现了 宫中有刺客 打击这才把这些公阿怎么落泪 怎么想念江皇后 不知事全说了 他告诉赵王 万岁 宁可不要小觑这点事情啊 就几个公阿落泪啊 他们这么思念这个江氏 嗯 那么久而久之 就要怀恨臣妾我 不是万岁您把我立为正宫了吗 那么怀恨我就想到万岁你啊 这可是隐患啊 哎呀 这王一听 语其言之有理啊 嘿嘿 你要不提醒寡人哪 我还真就没太理会这个事 那你说 把这些人应该怎么处置 怎么处置 打击想了想 把眉头一皱 银牙一咬 他给周王出了个主意 万岁 您就在这啊 就在宫廷内啊 修一个石杖方圆的菜盆 什么叫菜盆呢 就是在这个大坑里边放上一些蛇蝎 大青蝎子眼镜蛇呀 哎 往盆里头这么一放 就是往坑里放 随后呢 把这些个宫女 啊心怀叵测的 这些个狂徒们 无论男女啊 工人也好 是这个太监也罢 把他们就往这大坑里头这么一扔 喂蛇蝎 然后呢 您就在这菜盆旁边左侧 哎 修他一座竹林 右边呢 挖他一个大池子 里头灌满了酒 哎 以后啊 要是再有不法通俄才女 包括那些文武大臣 哪个再敢当面辱君 啊 蛊惑圣主 霍乱朝纲 哎 就把他们肉拿下来 往那竹林上一挂 那就叫肉林了 哎 他们的尸体呢 就往那酒池子里头这么一撇 弄这个酒啊 把这个尸体泡起来 这叫肉林酒池啊 外加上这大菜盆 这打击多狠啊 啊 这真是惨无人道 可是一番话说的 赵王呢 拍掌大笑 拍烂叫绝 哎呀 玉琪啊 你可真是聪明绝顶啊 怎么想出这样的刑法来了 哼 我看以后 还有哪个坚舌利口的匹夫 敢指责寡人 再要反对我 我就按照预期所说的 怎么去办呢 怎么去处置他们 好 那先把正宫国母皇娘 姜皇后跟前的这些公额才女 扔着那菜盆里 哎哟 因此引起来一片哭声啊 这些公额才女泪流满面 过意的那会儿苦苦哀告 打击 娘娘您就把我等金瓜祭鼎 也不要把我们扔到这菜盆之中 不秧歌还好 这秧歌啊 哼 打击美滋滋的 他那狐狸舌头伸出半尺来尝来 用袖子这么一挡子楼一下收回去了 没让这王看见 打击怎么这么高兴 当然了 打击心想 只有这么做呀 我才能增加营养 要不然 我为救我这个姐妹 玉石琵琶 我亏大了 天天晚上 他用这个元气 啊 呵护这琵琶精 你想想 他能不亏损吗 所以他要想 用这些公额才女 哎 做补充 好 他这一补充 这些公额才女可遭了难了 哎呀 跪的这会儿啊 哭天喊地啊 都央告达击啊 娘娘我们错了 不应该思念江皇后 公额们怎么央告 也白搭呀 哎 达击啊 就那么撕着个牙乐呵呵的 瞅着这些才女们 哎 今天 他要来个赏心悦目 看看怎么把这些人 扔在这菜盘里 这一通哭喊 哎呀 这皇宫上边 是愁云密布 哭声四起 杨润 在前面文书房 他听这殿头官这么一说 可把大夫杨润给气坏了 他是官拜上大夫 直见大夫 替他这一拍桌子站起来 不由自己呀 脱口而出 好昏君 他这骂周王呢 啊 你作为一国之主 啊 一代帝君 怎么能这么残忍呢 啊 其行为 秦寿不如 野兽也做不出这事来 何况你还是一朝君王 你这 你这远比夏捷王 还要残忍道 这样作恶下去 江山不是就要属于他人了吗 杨润 杨润 是两朝老臣啊 伤之臣子 我这要不阻拦一番 我怎么对得起先皇 我又如何面对全国的黎民百姓 啊 想到这一跺脚 他站起来 冲出文书房 几个垫头官把他拦住了 大人您可不能去啊 您去的不是实话 为什么 您要知道 这菜盆是刚建的 很可能啊 还没扔下几个人去呢 您怎么能 咱这个借过眼去啊 您说什么 万岁他也听不进去啊 您不说还好 一说肯定惹来杀身 真大祸呀 这几个店头官一翻解劝呢 杨润都没听进去 杨大夫瞪着两个眼睛在这看 他一看 这怎么回事啊 怎么 武门里外好多武士 还掺杂了一些黎民百姓 背着框 挂着篓子 低了着口袋 乱哄哄闹嚷嚷 摩肩接踵 杨大夫一看 这哪是五朝门呢 快改成市场了 哎 你们别说了 他不让这些人说话了 这怎么回事 店头官告诉杨润 大夫先生 您还不知道呢 这都是送蝎子 送长虫的 挨家挨户 全得上山抓长虫 山根后边 找蝎子 把杨润气坏了 他大喝一声 吩咐点头官 把武门给我关了 把这些百姓 给我打发走 让他们把这蝎子 拿回去炸着吃 把他肠中都放了 啊 那蛇呀 龟呀 不能轻易吃 那玩意吃肠了 他做病啊 你们知道什么呀 杨润 连急带气啊 他一口气 跑到龙德殿来了 到这儿 开始 集中明点 这王一听 哎 什么人在龙德殿 明中点的 真有这样的人 你说怪不怪 这寡人就不愿意 声嘲李氏 这些人呢 就弄这个终点催我 哎呀 每次我坐在那儿 都想起来啊 把这终点 干脆用火把它炼了 化成铁水 我让你们敲 这都是商榮 给留下的力 这王啊 什么滚免招身啊 去声嘲 不带了 免留官也不带了 滚龙袍也不穿了 就这样 他来到龙德殿 注目一看 是杨人 哦 原来是杨爱卿啊 方才是你 集中明点吧 杨人点点头 不错 不错 万岁 正是老臣 哦 你要干什么呀 万岁 我听说 万岁在宫中 修了菜盆 肉林 还有酒池 国有此事 周王 哈哈一笑 嘿嘿 杨爱卿 确实有这么回事 寡人刚把他修好 哎 据娘娘讲啊 这长重蝎子还不够数 哎 正在让昭哥城 黎民百姓 进献这些长重蝎子 那已经献了一部分了 听说呀 陆陆续续 还在往这送 哎 我正想安排一个时间 叫文武大臣 都来观看一番 啊 呸 杨人 狠狠地唾了一口 万岁 妞衣 这很了得呀 现在 我朝中有三害 宫中有一祸 如何知之 杨人急了 眼睛都红了 他说现在啊 朝里头有三害 你知道吗 宫里头还有一个最大的祸端 你这个当皇上的 你觉察到了吗 这王一乐 祸 朝有三害 宫有一祸 哦 杨爱卿 你说给寡人 我听听 都有哪些祸害 万岁 东伯侯 江文焕 统兵百万 攻打幽魂关 以苦战三载 屡折军位 民无宁日 钱粮尽费 粮草 艰难 此为一害 南伯侯恶顺 为父报仇 昼夜 宫温 三山关 我苦藏空虚 军民失望 二害 文太师 远征北海 苦战 又十载 不能回敬 面君 吉凶 未定 胜败 难分 此为三害 万岁 狐媚 霍乱 宫廷 缠言 贺煮 乱杀 忠良 如今我朝 宫廷不分内外 雕荡 六院 横行 长死 下去 万民离心 乘堂 吉业 必赎他人 王主上 除奸令 斩妖费 重修德政 与民共享 清平 臣之 怨言 这是我最希望 您赶快 把那恶事 改一改吧 这王一听啊 气得是 哇呀呀 怪叫 哈哈 好你个洋人 居然敢 集中名点 啊 搬请寡人 我不当为了什么事 你敢 当面如君 指骂寡人 朕焉德能 将而饶恕 这王说的这会儿 他想起来 嗯 我那菜盆 还闲着呢 公额还没扔下去 我就先把那杨刃 扔到里边 然后把你的肉啊 也剩不了什么肉了 反正剩点也得挂在那竹林上 把你尸首 撇在那酒汽车子里边 哎 你算是啊 这三件刑法的第一个常事人 吩咐武士将杨刃拿下 立即处死是以警校友啊 杨刃哈哈大笑 一抬手 一抬手 啪 被帽子打掉了 这上大夫不做了 他大瞪着两个眼 瞅着皇上 周王机灵打个冷战 他看杨刃这眼神啊 非常可怕 这位杨大夫 那眼睛都要冒血了 目自尽烈 使得周王 王后退了半步 浑身的毛孔都炸开了 哎呀 杨刃这眼神太可怕了 周王传直 把这杨刃子给我绑在殿脚下 先将他的耳目 弯掉 敢在我跟前这么瞪眼睛 把两眼睛给我挖下来 神昆所往就把杨刃大夫 给推出去了 让杨刃跪倒在殿前 然后刀取二目 杨刃望着眼前这两把钢刀啊 他冷笑了一声 挖掉我杨刃一双眼睛 算得了什么 就是把我碎尸万段 也挽救不了殷商的江山啊 他叹了一口气 天哪 一股怨气是直冲小汉 这股怨气惊动了一位大仙啊 这位大仙是谁啊 清风山紫阳洞的洞主 清须道德真军 真军正在打坐 忽然吸血来潮 嗯 他屈指一算 原来有一位忠臣遭难啊 真军立刻 命黄金立士 将杨刃救上山来 这时可怨的杨刃大夫 霜金已经被挖掉了 他疼死在殿前啊 就在这一瞬间 忽然 龙德殿前起了一阵大风 这阵风刮的都斜行 既不是狂风 也不是旋风 而且风中还带着一股子香气 刮得人衣了歪邪 来回直晃 一眨眼的功夫 风筑沉袭了 哎 殿前武士全吓蒙了 怎么了 再看杨刃大夫 不见了